我叫赵丽霞,女儿27岁,河南宋洛阳寺,阳县冯丽镇,小丽腾村人 我父亲来北京伤亡被地方人来独大一顿后,拿回去拘留老教 老教起始从2007年9月14日至2008年10月13日 然后到七部放任,把我父亲大肆在老教所内 他突然说是,我父亲在,我父亲原来自已死亡 死亡不复,头上后,活动到上面写 然后他重新检订,到现在他跟委托不来,后边委托 他实际上,委托生意来了,生意外还不容易 以前都是河科大都属于生意检订机构 应该一下子都是生意来的,检订机构 他一直跟委托不来,现在我父亲实际还在那个火荡上 能够的放着呢,两个多月了,还不能干脏 结果从街道那一间,检订一间初开始起初 3月5号的起初到现在,刚开始他不同意跟委托呢 检订机构,后来他说是,联系不上 再后来他说,联系上了,来不来就练回 后来人家说,直接到北京通过最高间跟委托了 下来我到最高间,人家说没有通过跟委托 我打电话跟他一说,他说就回去说检订那谁 回去后我跟他说了,我妈回去我叫我妈去了,我妈去了 他叫别人说了,他说你在生意里挑个检订机构 他说定我又来北京了,他叫回去他们在家 我妈找他几次找不到,他打电话叫我去,他们不跟你 叫别人说了一句话 今天2009年2月27日下午,我们就是去世的 然后因为我家公共被人家抢倒后,我父亲搞了 找人家偷盗集团的报复,打击报复,我父亲打探了 打探以后接着上方,公安机关保费人家责返 我父亲多次拘留并贴落脚,落脚到期间不防任 2009年2月27日下午,我父亲打探落脚所,延关市内 他说我父亲是商鸟自杀,商鸟自杀问他呢 有什么商鸟自杀,他要杀鸟,杀鸟从哪来,他不知道 他积极生活,东西乱捞的,不知道从哪来 我爹一个人关一个屋,他从哪捞人家别人东西 那里面的人携带,裤带都不让出,他用啥吊死 看有一个就是说,他跟我父亲严关,严关住正常事件 不让家人见,从去年2008年8月份到,我父亲去世 一直没让家人见过 现在我问他要,他里面呢,楼银楼想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死亡经,我给了证 早点早点,让人看去 他说,让亏金不能给你,他这一切都不给人看 就跟我让死亡通知书,我问他要哪东西,他不给我 要让个证去,他不给我,就给我一张,让个死亡通知书 所以提好给我,一天没给我 一日下午四点多,去世了,他二十二日凌晨才告知我妈 他说,我父亲又病,叫妈去找我 到了,他给我父亲拿到医院了,他专医 他不是第一县堂,给我父亲呢,第一县堂都毁灭了 实际弄了几次 原来确实我父亲就穿一件贸易,在医院的病床上放着 我父亲收劝着,推劝着,眼睛睁着了,眼睛睁着了 面容表情特别痛苦,我父亲害死了,衣服在医院放着了 他衣服都脱了,就穿一件贸易 他说,发现这个抢救,接着抢救了,苗保留第一县堂 他说,根本苗那个苗抢救的第一县堂,接着抢救人 如果是杀鸟自杀的话,他要去医院抢救嘛 如果真的是当时没死,他抢救怎么会死呢 假仁万旁テ出充足甲里 一直不敢委脱,他却骗着紧我'打拖'不来 vom day 搞不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